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3、4、看一下侧面 1、2、3、4、好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后手摆脚的动作要理 首先看从格斗式开始 首先我们也看一下分解动作 第一,抬手臂 我们抬手臂的时候也是从我们的身体的侧部抬起来 也不需要从后面拉,直接抬起来以后 这个角度一定要固定 然后我们抬起来以后 这个身体的肘和肩一定要平行 在一条平面上和地面平行 再看 我们第二个动作和前面的后手直传动作是一样的 就是有一个合宽的过程 蹬地合宽 然后在合宽的时候我们要转肩 划力 请看 一 一 二 三 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 第三个动作就是 收 我们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放松地收 而不是像原来一样的 直接收回 我们要放松 放松地直接收回 而不是软路返回 再看 一 二 三 再看一下侧面 一 二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助教 李达 李教练 莎莎为我们做一下示范练习 有请助教 准备 后手 后手百分 一 二 三 四 好 一 再注意一个动作 一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动作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手臂 我们刚刚讲的是手臂要和地面平行 这不是平行的 所以我们要将它平行过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打出来 它打出来的就是 就是抬手臂的瞬间 它的角度是这么大 但是它打了以后 角度变这么小 有一种像鞭打的感觉 所以中间的角度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就 这个问题要改正一下 把中间的角度固定起来 第三个问题就是 它的船差不多打了它的 打它的左侧上面去了 这也是个问题 中间没有自动 很容易造成重心的失衡 好 可以 看动作基本可以了 好 刚刚我们的助教示范了几个动作 也是我们在平时训练中很容易犯的错误 所以我们在平时训练中一定要注意这几个问题 在平时训练我们可以先对着镜子进行训练 当我们对着镜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动作是否标准 这样才能够达到自己 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改正错误的 在我们平时训练过程中 我们训练散打后手摆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就是我们抬手臂 一定是从侧面抬起来的 而且我们抬手臂抬后 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臂一定要和地面平行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打拳的时候 出力的时候抬手臂以后的出力 这个我们的脚宽和肩手臂 一定要是同时的同时的向前出击 同时的用力 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体发力的整合性 看一下 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打出船的时候 一定要放松 停时的时候打船的出船的瞬间 才能用劲 打到目击点目标点的时候 我们再用劲 看一下 一 二 打完以后回收 一定是打完以后随机就放松回收 而不是拉回来再回收 这样的话很容易 如果我们拉回来回收的话 很容易造成回收不及时 而造成被对手进行反击 还有我们在平时练习的过程中 首先可以对着劲进行练习 进行分解练习 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整体发力的动作 然后慢慢练习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组合动作的练习 一 二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更传的教学视频 可以去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 想和更多的爱好者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功夫者官方QQ群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及微博 那里有更好更多的教学视频为你奉上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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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undert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